中共超級應用微信在中國大陸的使用人數超過10億 中國人幾乎人人都用微信 但是在綁綁日常生活消費之後 微信也都成為當局監視和控制老百姓的工具之一 可以說在長國你使用微信和裸賓沒有什麼區別 今天紅貓俠就和大家談一談 中共是怎樣用微信從後台監視我們的 以及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又是怎樣因為微信而激怒中共高層的 好了不多說 下面就開始我們的節目 細思極恐 你微信的聊天內容 他們都知道 今年6月 大陸一位名叫阿豪的YouTuber 中科大碩士 發佈了一段有關 微信應用程序如何對用戶數據進行監控的視頻 引發了網民對使用微信的安全擔憂 阿豪在視頻中說 自己搞網絡科技的朋友曾經對自己提起 微信應用程序在他的電腦中佔據了一個豬的空間 起初阿豪覺得沒什麼 但後來發現問題並不簡單 因為這個豬的空間包含的竟然是一堆加密的日誌文件 即使微信處於靜默的狀態 這些資料庫仍然每分鐘增大30KB 並可能將這些數據上傳 阿豪解釋說 在正常的情況下 軟體佔用磁盤空間記錄一些日誌就算了 但這個是自己的電腦上 還加密不給看 一定有鬼 最有可能的是 微信可能將這些文件上傳了 於是阿豪也用了蘋果筆記本電腦和測試檢查工具 一番操作下來之後 他發現問題太大了 本來他是想看看微信在後台到底讀寫了哪些文件 所以選擇了文件監控功能 隨後打開監控錄製功能 期間 微信軟體在後台保持靜默 過了大約5分鐘後 阿豪關閉了監控錄製 但沒想到的是 電腦上所顯示的 仍然是與微信有關的加密日誌文件的數據 並且大約每隔3至8分鐘左右 這個文件就會增長30KB左右 連電腦上的文件也都被微信在後台操控 問題來了 微信被監控到底有多嚴重 早在2019年5月份 一名推特網友Vitter Gatwars就給出了參考的答案 他在推文中寫道 自己在中國網際網絡上發現了一個 社交網絡監控程序 普通民眾的大量私隱 聊天內容 包括QQ 微信 YY 黃黃等六家聊天平台 都被導入了一個大型的在線資料庫 這個龐大的資料庫每天處理大約3.64億數據量 監控的所有帳戶都連接到真實的個人 然後這些數據被交由分布在每個省 每個城市的公安局數據中心進行處理 並且這些數據會以營運商名稱進行分類 中共政府部門會根據其需要 再調查約2,600至2,900條具體的內容 並且每天進行持續的進度追蹤 貼紙還說最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網絡還將所有數據同步到18個分布式的MangoDB資料庫 至於接觸哪些敏感詞需要對對話進行審核 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由於對過度依賴微信感到不安 一些用戶在2020年早些時候發起了逃離微信的行動 呼籲大家轉移到數據不受中共政府干預的平台 例如Telegram 他們在中文博客網站Mata.News上發表了一份宣言 自稱數字移民 想逃離中國的網絡防火牆 這一行動的參與者說服了數百名用戶加入了Telegram 但之後中國國家安全官員就開始召喚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這些人說他們在3月結束了這場行動 並告訴政府他們沒有政治動機 但是安全部門官員還是一再盤問並且監控他們 對很多用戶來說 微信已經徹底滲透到日常生活當中 張戶被封就像不可以獲得水和空氣一樣 這才是最讓人頭痛的 北京人權律師張慶芳表示 微信在中國是離不開的 他自己的微信聊天內容也受到監控 那怎樣形容這種隨時隨地被別人切聽的感覺呢?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師瑞恩 對《華爾街日報》舉例說 就好像你寫一封信給人 然後交給微信 微信就會將這個盒帶回辦公室 然後他打開這個盒 讀你的信 並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 對內容進行修改和刪截 並放到另一個安全鎖定的不透明盒裡 再傳給你的收信人 曾用微信監聽高層 孫立軍警府口拔牙 2021年2月 《華爾街日報》曾引述知情消息人時披露 騰訊副總裁張峰兩年前被官方拘留 原因是他涉嫌未經授權共享微信收集的個人信息 並將數據移交到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立軍 而孫立軍獲得這個寶貝之後 竟然將微信的監控功能對準了中共高層 甚至要求騰訊公司用大數據來預測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選 然而正當這個項目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這件事引起了中共最高層的警覺 很快孫立軍就亮了 2021年9月30日 中共官方在對孫立軍的商開通報中提出了很多嚴厲的指控 包括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私藏私放大量攝民材料等等 2022年1月 中共官媒央視播放的反腐片《令容忍》第一集 再次提到孫立軍政治野心膨脹 訂定個人的15年規劃 爭取5年上一個台階 QK的是 隨著孫立軍落馬 騰訊創始人馬化騰 也從公眾活動中消失了 他沒有親自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人工智慧會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 甚至是騰訊的年度聚會 直到2021年 馬化騰才在公司的年終會議上露面 他說騰訊隨時可以被替換 騰訊在服務國家和社會的時候 要做到不缺委、不月委 華爾街日報分析認為 張峰案突顯出 中共的幾位科技業巨頭 可能被捲入了中國權力頂層的政治鬥爭中 而且北京當局越來越擔心 騰訊和其他科技巨頭的數據收集系統 對中共的統治權力構成挑戰 記得在2021年 外門披露 中國金融監管機關要求馬雲 分享螞蟻集團消費者信用資料 不久之後 中國也發布了針對網際網絡平台的反壟斷新規 對此外界推測 部分動機是中國政府試圖重新掌握用戶個人數據的控制權 自投中共監控羅網 海外華人飽受酷刑 2020年5月7日 加拿大多倫多公民實驗室發布研究報告指出 不止中國大陸的用戶受到監控 非中國大陸帳戶之間的文檔和圖像傳輸也會受到監控 含有政治敏感的內容的文檔和圖像 也會被添加到針對中國大陸帳戶的審查列表中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 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當在美國從事秘密工作的軍事研究人員 需要與中共大使館聯絡時 他們也會使用微信 黨內的成員在海外留學時 也通過微信進行協調 中共大使館 還通過微信與進入美國撤取科技成果的軍事研究人員交流 報導還引用了一位姓李的女士的親身經歷作為一個例子 移民到加拿大的李女士 在2018年回到中國創始一份房地產工作時 就親身感受到中國網際網絡管制的抽打 在經歷海外生活後 她試圖靠分享世界大時文章的群組 來平衡自己的精神糧食 2020年初 在新冠從中國傳出之後 又蔓延至全世界的時候 她在微信發了一篇 涉及中間外交關係惡化的文章 這篇文章後來遭到審查和刪除 沒想到第二天 四名帶著槍和防暴盾牌的警察 就出現在她家人居住的公園 警察將李女士以及她的手機和電腦帶到當地派出所 還用一種名叫老虎凳的約束裝置 靠著她的腿以便進行審問 她們反覆詢問了這篇文章 和她微信上的海外聯繫人 隨後將她在監房關了一晚 在兩次獲釋之後 她又被拖回到派出所接受新一輪的審問 期間這名警察還堅持說 中國有言論自由保護 最後她被迫寫了一份認罪書 和支持中國的宣誓詞 李女士之後就被放了出來 作為中共國監控的基石 微信如今被認為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川普曾提議直接將微信和抖音一起封禁 雖然這兩個應用被川普政府歸位同類 但她們代表了 阻止中國人翻牆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 喬達特的母親 消失在中共龐大的圍族在教育營體系中之後 她的微信成了一種紀念 那裡有她和母親多年的照片和對話 不過 因為中共利用微信對自己的不斷騷擾 喬達特表示自己已經無法容忍 因此 當得知美國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取締微信之後 維吾爾人喬達特說 我不知道這是報應還是正義得到了伸張 中國人也會感到與家人失去聯繫的痛苦 有很多中國官員的小孩在美國 微信一定是他們保持聯繫的工具之一 如果他們感到這種痛苦 或者他們可以更理解維吾爾人 對身處中國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微信是一款一體化應用 他們可以通過微信交換故事 跟老同學聊天 支付帳單 聯絡同事 更新度假照片 購物以及獲取新聞 對數以百萬散居海外的中國人來說 他更是一座橋樑 而貫穿這一切的 是中共前所未有的強力監控和宣傳 隨著微信變得普及 他已經成為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工具 是中共當局對民眾說了什麼 以及跟誰說 以及看了什麼 進行引導和監管的一種方式 透視牆角內外 氣說民生百態 朋友們我們下期再見